2018年四国南篮锦标赛美河口战的比赛开赛,中国南篮篮对手战迎战阿哥拉队,虽然中国队以34分的巨大优势取得胜利,但从比赛过程来看,整场比赛中国队却并不轻松,本是一场平淡无奇的热身赛, 只剩无望的阿哥拉队,却在场上胜向壁露,用各种大尺度动作招呼南篮队员们,最终在这种肉活之下,中国队三人负伤流血,一人因伤退赛,让这场大胜的比赛显得有些美中不足,两队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,按理说双方只需通过比赛,打出基地战术要求,达到练兵之目的即可, 然而不知阿哥拉人是错了什么药,有一个又一个凶狠的动作,展开攻击性对抗,首当其冲的是李小旭,他在放手时被阿哥拉队员一手机中面部,被黑手机中的李小旭血流满面,只得到场边接受治疗, 然而这只是阿哥拉队武装表演的一部分,其他队员也为信念疑难,除了李小旭之外,任俊飞也被阿哥拉人回手机中头部,受伤流血,就连人高马大的韩德军也没信念, 对方在防守时自知无法防住大韩,一把将其拉倒在的,再捅大韩腿部流血,最可恶的是,当阿德江的爱子阿尔斯兰,在一个回合中突破上篮时,被阿哥拉队员从空中野蛮的拉下,导致小阿痛苦倒地,随后上退离场, 有求您不禁之疑,这是打球还是打架,阿哥拉上次被红队员了,这是冲哲兰队来找场,死的吗? 看到弟子们平凡的被凶很侵犯,场下的主教练杜峰坐不住了,他一度重到场上找裁判员理论,至于裁判对于阿哥拉的吹发过松, 而裁判不但没有理会杜峰的要求,反而是以杜峰冷静,否则要给他技术犯规,提起火爆的杜峰, 憋了一肚子火,要不是因为身处这样一场国际邀请赛上,没准杜峰倒冲过去跟对方算账了, 怒气直满格的杜峰没办法冲着对手发泄,只能在更衣室中对弟子们展开穴岛, 赛后的媒体采访中,杜峰向记者表示,比赛赢得比较艰难,但球员们依靠拼紧赢了比赛,杜峰说, 阿尔斯兰,李小旭,燕俊飞,都被安格拉队的球员打出血了,我在更衣室的时候就和我的队员们说, 我说你们打的还是泰姆斯泰斯文了,反正我们几千年的礼仪之邦,欢迎各国球队来交流, 至于他们说什么我无所谓,此前安格拉队主教练,曾抱怨中国队发球太多, 老球你都知道,杜峰在球员时期,就是个暴脾气的主,而他挥下的南篮篮队跟红队相比也更显得血气邦刚, 此前在加拿大的热身赛,上,也多次跟对手发生冲突,逐渐多名队员被安格拉队欺负了,杜峰陆批队员打球太斯文, 看来都知道觉得球员们不够狠,不知这会不会激发出南篮队员的血性,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屋侧篮,我们拭目以待。